我幾乎每天都在想說 我要做什麼跟人家不一樣的東西 我當時就是想要做 人家沒做過的事情 或是人家既然不做 那我們來做做看 我其實從小就不太喜歡讀書 但是當我開始接觸讀家的時候 我發現搭的泡泡字我自己都是英文 所以我就開始去看 我的英文課本裡面有什麼英文字 是我覺得我記得起來 然後我就覺得念起來不錯 就是也是因為一個 喜歡一個搖滾樂手 然後就用了一個寫音 然後直到有一天 我接觸到一個國外的藝術家 都說我覺得你的名字取得真的很好 因為你的名字就是 名字就是道達的意思 很適合塗鴉這個名字 那我就一直沿用到現在 對啊 這次的主題是Movement 那我會定這個主題是因為 我現在畫的這個貓手這個系列 其實我是不打草稿的 所以在我創作這個貓手這個系列的 這幾年當中 我一直在想要把它用一個 更符號化更完整的方式呈現 等於說希望來看 可能對這個風格會一個 比較強烈的記憶點 因為我過去的一個角色 就是有閃電眼睛的粉紅熊 那個比較好記住 但轉到這裡的時候 我發現有一小段落差 所以一直想要找一個好機會 做一個比較完整的貓手系列展 那在做這個作品的過程中 我就開始去構思我的 這個裡面的中心精神是什麼 那因為我不打草稿 所以我感覺我在做每一服都是 新的一個開始 而且我是沒有做什麼事先準備的 我就是利用當下我感受到的 人事物跟周回的環境 就跟我在外面畫牆一樣 跟感受一樣 就一樣拿到畫布上這樣 那這是我在那個過程中 學習到看到得到的 那我就篤定說 這東西才是我想要的一個 創作的狀態 所以我每天看到什麼 每天想到什麼 我就把它放進去 一個很自然的方式 那我其實很喜歡這個方式 那對我來說這就是一個 包括畫面上的一個這樣 一個movement這樣 一個流動的感覺 然後我就一直在試著想說 我要怎麼做讓它 層次感不要跳出來這樣 所以就一直試啊 我就等於每一服我都在做 有點像在做一個實驗這樣 我要怎麼讓它層次感更跳出來 然後怎麼利用顏色對比 跟怎麼利用後面是比較霧的畫面 或是比較混濁的畫面 然後前面是比較銳利的線條 讓它有一個跳脫出來這樣 所以我覺得很好玩的就是 我每一服都在做一件新的事情這樣 大部分還是會使用藍跟紅 就是我以前的兩個角色 藍貓跟粉紅熊 我會盡量把焦點放在 這兩個主色上面 然後再加一點紅色進來 我希望大家在看的時候 有一個跳脫的感覺這樣 那再來是有時候畫畫布 對我來說它跟建築物比起來 會比較簡單我覺得 因為我必須要挑戰的問題比較少 所以對我來說有時候比較輕鬆 但是這個輕鬆有時候也會變成 某部分來說變成一種限制 就是我好像又是在一個框架裡面畫畫 但是做一系列作品我覺得這是一個 蠻好的挑戰的對啊 而且在這一次的作品當中 我是用號碼下去排的 我從第一幅到最後一幅是有一個變化的 這每一幅之間都有一些串連 那我試著盡量把跟塗鴉有關的人數放進去 比如說低下來的東西 或是說一些破墨式的東西 灰灑的東西 這些比較塗鴉的感覺 我還是會盡量把它放進去 原因是因為我希望讓人家來看的時候 還是有感受到塗鴉這一塊 那我覺得一個藝術家 也真的跟他的人生經歷還有年齡有關 那我覺得我現在的年齡 跟我現在做的事是很符合的很好這樣 No risk No fun 土鴉是我的靈魂 土鵬